大会主席先生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先生 首先我认为 在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举行这次世卫大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现在已经扑击影响了七十多亿人口 夺走了三十余万人的宝贵生命 在此我仅向不幸罹难者表示哀悼 向他们的家属 人类文明史 也是一不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 病毒没有国界 疫病不分种族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 国际社会没有